有關開發人員的部分 開發人員比較特殊一點 你會發現在2007以後的版本 基本上都要打開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這些 錄製具體這些功能才會出現 當然主要的原因 顧名思義 因為它這個名稱叫開發人員 意思就是說 這個功能基本上是針對開發人員所設計出來的 也就是說其實早期會需要打開這個功能 大部分就是工程師 當然現在為什麼慢慢的大家都要把它打開 而且你會發現 印象中好像現在最新的版本 它是已經直接把開發人員就直接打開了 也就是說 意思是說 以前可能會用這個功能的其實都是有這種需求 但其實現在發現大家都有這種需求 所以它直接乾脆把它打開了 OK 那其實你說它會很複雜嗎 倒也還好啦 主要就是說你要把它打開就可以了 那 Ecell的VBA好處就是說 相較於其他的 就是程式設計的工具 它是非常簡單 打開就可以寫程式了 但是呢 其他的 像Python的話 你要安裝環境 相對起來 其實還有做一些可能要做一些設定 相較之下這個是簡單很多 另外的話呢 它還有一個蠻大的特色 就是說 相較於其他的程式語言沒有的 就是 其他程式語言 程式不會寫 你就不會寫 但是 Ecell的VBA裡面 它有一個叫錄製劇 那什麼叫錄製劇 其實 白話的意思就是說 它幫你寫程式 那怎麼寫程式 它根據你滑鼠鍵盤的動作 幫你轉換成你需要的程式碼 OK 也就是說你滑鼠鍵盤做過的事情 它都會幫你紀錄下來 並且轉換成對應的程式 那這個程式呢 基本上就是VBA的程式 OK 那紀錄要怎麼做 我先demo一下 也不會看一下 那其實我們待會要做兩個東西 一個是剛剛的這個手機號碼 那如果說呢 我每天都要做 那每天都要重來一變 其實很麻煩 所以我其實可以做錄製劇集的動作 我先demo一下 最後可以變成兩個按鈕 就按下它就可以了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把公式全部 就把它再重新產生一遍 那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你就按下清除 還有把它這個資料把它變成空的 OK 那怎麼樣可以做出 像剛剛我們畫面上看到的這個結果 其實主要大概有幾個步驟 一把開發人員裡面打開 然後呢 我們要錄製劇集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的步驟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呢 你 你 確定好你要錄什麼動作的時候 你就按下錄製劇 給它一個名稱 名稱也許叫串接 第一個 第二個叫清除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它是記錄你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所以呢 你不能隨便就是 錄 記錄錯誤的動作 因為如果錯誤動作 那就NG了 有點像你拍影片一樣 拍片 那導演 就是開始 你就開始動 如果NG 就什麼重來 那如果你一樣 錄錯了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再重錄製 或者是你去後製一下 有沒有 你也可以去把那個程式去掉也可以 只是說一般不然就重錄製 然後最後的話錄完的程式會放在劇集裡面 後VBA裡面可以看到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兩個按鈕 也就是說我們先錄一個叫串接 一個叫清除 那怎麼錄 我建議各位呢 可以先做一個彩排 彩排就是待會你要做什麼 不然的話你不能 我想到哪裡錄哪 你要這樣最後錄下來的東西 就可能會有錯誤 那所以呢等一下 我們大概串接的話 總共會有三個動作 清除也有三個動作 所以我們大概彩排一下 一 游標放在一四儲存格 所以你點它一下 那特別是要點的這個動作 它就幫你記錄一行程式了 二的話呢 把這個公式輸入上去 那怎麼輸入上去呢 游標點上面一下 打勾就可以了 二 ok 二就點上面打勾 三的話呢 把它全部填滿 全部填滿就快點兩下 就是向下填滿到底 ok 特別注意啦 因為之前好像同學不知道有這個功能 應該知道吧 點兩下就填滿 以前好像同學只知道這樣 向下拉 不過我建議不要向下拉 它拉太久了 而且會過頭 然後拉來拉去 實在是很麻煩 建議啦 你就是學會這一招 快點兩下 這樣子 ok 好 所以三個動作 一一游標放在這裡 特別注意喔 所以第一步請你記得 油標千萬不要直接就放一四 因為你這樣點它不會產生層次 這一點很重要 一定要放在一四以外的儲存格 點一下 錄一行 然後二的話就是點這邊打勾 三的話快點兩下 好 三個動作 再來第二個是輕組 輕組 輕組怎麼輕組呢 游標一樣放在一四 然後呢 把它底下全部選 那全部選 我建議各位 你不要這樣子 因為有同學這樣慢慢選 這樣也不對 那怎麼樣讓它可以快速的選到底 請你記得一個快速鍵 叫做Ctrl Shift 加向下 Ctrl Shift 向下 照順序 Ctrl Shift 向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幫你選到最下面 OK 好 那這樣按Delete就可以了 好 總共三個動作 再來一次喔 一 有不要放一四 二 Ctrl Shift 向下 三 按Delete 好 那你如果彩排OK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要錄製聚齊了 錄製的我們就開始了 有點像開始拍片的 你就不能NG了喔 所以三個動作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 那我先把舊的先刪掉了 它錄完的東西會放在模組 所以我把這個模組先刪除 這個移除 按右鍵可以移除它 否它就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裡面就沒有任何的聚齊 空的喔 把它關閉 好 那怎麼錄製喔 一 按一下 在彩排完之後 所以你先彩排 二 就是按錄製 那我要先 產生串接嘛 那記得上面公式先不要刪掉 直接錄製 然後名稱叫串接好了 好 然後 好 輸入完之後按確定就開始喔 所以 按確定就等於是有點像 按那個攝影機的開始 recode一樣喔 好按確定 一 油壓放這邊 二 放上面打勾 三 快點兩下 好錄完了 好 把它停止錄製 所以呢已經錄完了你就停止 那你可以看到那個聚集裡面 這邊就多一個串接了 那程式的話在哪裡 在Visual Basic裡面 這邊就有個模組 你點兩下 這邊就有了 就是你的程式 它一定是Sub開頭 名稱在這裡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再錄清楚 那清楚怎麼錄製呢 一一樣錄製聚集 點個清楚吧 ok 輸入清楚兩個字 好然後呢 按確定就開始了 ok 一樣喔 所以一優標放在那個 一四 二的話呢 記得快速鍵 Ctrl Shift向下 然後會自動追蹤到底下 所以Ctrl Shift向下 好處就是 以後 你有幾列 它就跑到幾列 到一百 一百萬列還是一百萬列 咻一下一秒都ok 那如果你用拉的話 那拉很久 按delicit 好三個動作 一放一四 二Ctrl Shift向下 三按delicit 好停止錄製了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完成 那完成怎麼執行它 當然這個按鈕 這個喔 我先把它拿掉 然後呢 現在沒有嘛 要怎麼執行 很簡單你錄完的東西 它會放在 聚集裡面 那我剛剛錄兩個 所以會有 那你怎麼執行它 很簡單 按執行就可以了 出現了 然後再清除 清除它這個 有沒有就ok了 就是這樣而已啦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 你要把你工作裡面的動作 把它變成層次 大概這樣就完成了 那只是說它不方便執行 如果你假設希望 最後呢 可以把它變按鈕的話 那其實可以從哪邊呢 錄製這邊有個插入 插入按鈕 有沒有 那你把按鈕點一下 拖拉一下 有點像小畫家 像右下拖拉 大小你自己決定 大一點沒關係啦 然後放這邊 這個叫串接 點它就可以了 那我是建議上面的名稱可以複製 為什麼要複製 你按確定就知道了 因為它叫按鈕3 按鈕3誰知道是什麼東西 所以通常會把按鈕3改成叫串接 那串接你要打 當然用貼比較快 OK 好那一個做完之後的話 再做清除 那不過我是建議啦 清除的話呢 如果你在拖拉這個按鈕 你會發現很難 剛剛好一模一樣大 除非你的手真的是很勉強 眼睛也很 很難剛剛好一樣大 所以建議另外一個方法 像我的習慣是直接拿這個按右鍵 把它複製 複製完之後呢 點旁邊這邊一下 然後把它貼上 然後再移到底下 這樣的話會一模一樣大 可是這兩頭串接不對啊 沒關係 你可以把下面這個按右鍵 重新指定聚集 有沒有 可以去修改的 改成清楚 然後呢 把它的清楚名稱再複製 確定完之後呢 把這個上面的名稱呢 也改過就好了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完成了 串接清楚 有沒有 所以呢 在ecell裡面呢 如果你想要重複做什麼事情的話 其實真的啦 只要把它錄下就好 這一點的話我倒覺得 真的是ecell有還蠻大的特 因為你根本一行程式都沒寫 但是其實它等於是幫你寫完程式了 那程式在哪裡 其實就在這邊有個編輯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這邊有個編輯有沒有 那這個編輯 閃退 沒關係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在這邊 因為我可能已經打開了 那實際上它等於按編輯喔 其實呢 就等於是你去開這個video face 其實兩邊是一樣的 只是它編輯就跑到這邊來了 細節部分我們待會來看好不好 OK 閃退 我按這裡好了 有沒有這個串接 實際上就對應的程式就是這一串 這個sub到endersub 所以這一段是它的程式 清除的話是從這邊 清除有沒有 到endersub是下面這個清除 至於裡面的程式寫什麼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稍微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